大家好我是杰西 今天要跟大家看的email English 有點複習 把前面講句子的句型這邊 套進來 寫成一個句子讓大家可以套的 那寫郵件常用的句子 第一個 有關於你4月15日記的郵件 就是一開始的時候 這時候你可以說 with reference to your email 在什麼時候記 send 這時候杰西一般會用April 5 你也可以用15th April也可以 有關於你上司封郵件 re your last email 這樣寫就可以了 寫郵件的理由 一開始你寫郵件給人家的時候 你要跟人家講說 我們是寫信要告訴你 we are writing to inform you inform是比較正式的 we are writing to inform you that 假如你是比較 比較熟一點的客戶之後 你就可以寫這個 just a show note to let you know 我只是要寫讓你知道 let 那個let通常也可以省略掉 好 那你要給人家好消息的時候 你可以說 you will be glad please 或glad 都可以 please to hear that you will be pleased to hear that 好 那你要跟人家講好消息的時候怎麼辦 直接good news 好 那壞消息的話是不是就要道歉 道歉的話這時候就會說 i apologize for 記得apologize for 為什麼什麼道歉 好 那 假如是比較熟一點的話 這個時候你可以說 sorry for 好 比較正式是很嚴重的事情的時候 你就可以說我們很一樣要通知你 we regret to inform you that 這樣子 好 那不幸的 不巧的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說 unfortunatel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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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後dada 這樣子 好 那你要給人家做要求的時候 這個時候你可以怎麼說呢 好 我會很感激 I'd be grateful if you could dada 或者你可以 也可以說 I would appreciate 我會很感激 I would appreciate if you could 怎麼打字 好 那最簡單最簡單的就是 請人家怎麼樣 please can you 怎麼怎麼做就可以了 好 那你問人家要不要提供你 要不要幫忙 would you like me to 你要不要我做什麼事情 那口語一點的一樣的意思 do you want me to 你要不要我做什麼什麼事情 好 然後你要答應人家 我會再跟你聯絡這個時候呢 I will contact you again 我也再跟你聯絡 好 另外一個很口語 我們真的很常 講到的口語 不 這個時候你可以說 please find attached 什麼東西 好 那直接你說啊我附上一個PDF檔案的時候這個前面有看到不是還記得嗎 I've attached a PDF file 這樣就可以了 好 最後的結論你要謝謝人家幫忙的時候 好 最後的結論你要謝謝人家幫忙的時候 你要謝謝人家幫忙的時候 thanks就等於thank you 所以有thanks的時候就不要再有you了 好 假如你還要更多的資訊 請不要猶豫再次聯絡我們 好 這個時候請不要猶豫 do not hesitate to contact us if you need 更多的further information 所以合起來 if you need further information please do not hesitate to contact us 假如還有其他的事情的話 請讓我們知道 好 if there's anything else just let us know 或please let us know也可以 好 這個結尾大家應該都知道我們很期待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說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好 那期待這個時候你也可以說look 直接用looking forward to 好 祝人家好的話呢 你可以用最後結尾的地方 Yours 好 Yours Truly Yours Sincerely 好 或者呢 比較簡單的你也可以說best wishes 或者是regards 好這個部分結尾會放在部落格上 那 這邊的話大家就可以用這樣的句子來寫 好那今天很快的就是一些簡單的寫email 郵件常用的句子就看到這邊 謝謝大家跟傑西一起收看 喜歡的話歡迎按個讚 傑西有部落格 臉書跟YouTube頻道都歡迎訂閱追蹤分享 下次見囉 拜拜 拜拜 拜拜